风流人物来开趴 文艺复兴是近代欧洲学术思想的启蒙 那么传自中国的造纸术和活字印刷 便是画龙点睛的关键 蔡伦出生在今天的湖南 幼时读过周礼 论语等古籍 在东汉明帝时期晋身入宫 成了一名宦官 蔡伦颇有才华 到了汉和帝即位 他升迁为侍从天子的中常侍 成为传达赵命 掌理文书 可参与朝政的高阶宦官 汉和帝当时只有十岁 朝政全由豆太后把持 大全旁落到豆氏家族 豆太后的四个兄弟专善跋扈 全请朝野 甚至图谋不轨 蔡伦虽然服侍过豆太后 但是她耿介正直 实在看不惯这批外妻 便与另一名宦官郑仲 密谋策划 趁着豆县远征 班师回朝 收缴了她的大将军印喜 皇帝接着逼令豆县自杀 彻底铲除斗士专权的陈娥 巩固了皇权 蔡伦因此而受到重用 在公务繁忙之余 蔡伦抽空查看乡间的骚丝作坊 发现抽丝剥茧之后 会留下一层短毛丝续 丝下来可以用以书写 得到启发 想要改良书写的工具 自古以来 书写文字使用竹茧 体积笨重 膝带不变 后来出现质地轻柔的尖薄 但是费用高昂 一般人难以负担 蔡伦试着用树皮 破布 码头和鱼网等廉价物品 先把这些素材减碎 淘洗浸泡 去除杂质 拌入石灰浆 加热蒸煮 使得纤维分解 更细更匀 再将冷却的僵状物铺在席子上摊成薄片 放在太阳底下曝晒 干燥之后 接下来就变成了纸张 这种制纸的方法简单 成品质地 坚韧轻薄 不论是书写 携带 或是装订成册都很方便 而且成本低廉 容易推广 蔡伦把纸承送皇帝 还附带了制作方法的说明 汉河帝极为称许 这种纸后来就被称为菜喉纸 汉河帝英年早逝 幼主登基 于是由邓太后掌权 封赏蔡伦 掌管皇宫树物 也负责督导学者 校正文献典籍 蔡伦还设计出弩和剑 铸造精巧 远近驰名 可是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 牵连到蔡伦 汉安帝命他投案 代审 蔡伦不甘受辱 服毒自尽 蔡伦造旨 促使教育文化普及 到了唐玄宗时期 阿拉伯人在达罗斯战役中 俘虏了中国的造纸工匠 造纸术远传到中亚和欧洲 间接促使文艺复兴蓬勃发展 对人类文明有重大贡献 洛阳纸贵这则成语让我们了解 虽然有纸 但用手抄写 终究不是有效率的好办法 西元十一世纪 北宋仁宗时期 一个作方工人毕生的发明 彻底解决这个瓶颈 唐朝已经有了雕板印刷 将需要制作的原稿 反贴固定在大木板上 由工匠在板子上 一笔一画的雕刻 这个方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一个不小心磕错了一个笔画 整块板都作废 必须重新来过 耗时费工极为辛苦 毕生正是众多磕字工人中的 其中一个 他累积多年的工作经验 顺手取来小木块 在其中一面雕制成 一个个常用的汉字 后来发现木料吸取墨之后 容易膨胀变形 毕生放弃使用木质活字 毕生改用胶泥为原料 质地软硬适中 刻字比木头更为轻松 一字一方印 用火烧烤后定型 成为可以重复使用的活字 这些活字排列有序 搜寻起来快速便捷 排版印刷前 先在铁板上涂一层 混合了纸灰的松直辣 活字依照文章内容排版 铁板先加热使松直辣融化 活字便稳稳地粘在铁板上 就可以重复地进行印刷 印刷完毕将铁板放在火上再加热 趁着松直辣软化把活字取下来 归为收存已被下次再用 这个方式成本低效率高 这个活字也代表着灵活 活络的意思 毕生活字印刷的基本原理 和现代的签字排版印刷完全相同 这项发明首先传到朝鲜 称为陶活字 接着传到日本 15世纪活字印刷术传到欧洲 1456年德国的古藤堡运用活字的原理 改良印刷技术 印制出活字版圣经 这是欧洲第一部活字印刷成品 然而比中国的毕生 足足晚了400年 活字印刷术经由德国的推展 迅速传到各地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 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印刷术有文明之母的封号 毕生功不可没